他就先把扣子縫了 扣子縫了以後他怎麼繡就繡不到上面疊住了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先繡完以後再去弄這個扣子 然後鎖鏈繡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要露三針出來 你可能要就是要打四針 從這個你可以 因為如果這個是桌面 其實你也可以從桌面伸出來 那像我我是想像把它放在桌面的這個部分 第一針出來鎖鏈繡就是以前有勾毛線 他長得很像勾毛線的 然後轉過來 我像我會用手壓住他 然後在同一個洞下針 然後再出來 這樣子有沒有 我的線繞在他的下面 繞他下面 記得這裡有一個訣竅就是不能拉太緊 拉拉拉鬆鬆的就好了 記得拉鬆鬆的 然後呢一樣你看我手都會扶住這個線 然後呢再轉 再上來 我這樣直接拉就是線 我剛剛是慢動作 所以線會這樣拉 我這樣子慢慢慢慢 記得不要拉太緊 這樣 再來一次 有沒有 所以以後我現在第四針 第四針 沒有差不多 也不用太介意 因為有時候我們算很難算得剛剛好 那你如果每一個都一樣 那你就用機器車就好了 那如果說像我們現在四針 最後一針怎麼樣 我們剛剛是不是同一針 最後一針就要往裡面 就是往線的外面直接過去 它才鎖得住 這樣子 就鎖住了 然後後面打結 這是誰的 這是誰的